上周在柯文哲呢被检调带走调查时 他对着媒体镜头说 他认为呢这是政府在清算第三势力 现在他仍然维持这个论调 希望能够凝聚支持者的向心力 所以在被积压的前一天 他接受了外媒日经亚洲的专访 里面就提到了 他说是政府在做猎屋的动作 这边访问里面呢 其实潜词用字还蛮重的 都在批评民进党政府 包括柯文哲就讲到 他说呢政府是在打压反对的异己 还认为目前台湾的法律制度呢 好像怎么变成都在服务民进党呢 党说你有错你就有错 另外他也讲到了这个 不可公司的政治现金的金流的争议 他认为呢确实不能够说民众党都没有错 毕竟他也讲过他自己是人不明 这个在一些账务上面的一些该遵守的规则呢 好像全部乱了套 不过他也认为是媒体呢刻意在炒作去放大一些错误 才会导致呢现在这个局面变得如此的严重 那另外呢讲到这个北检对他的搜索 还有对民众党的这些很多的动作 他认为呢这些积压训问的程序都是有问题的 甚至质疑呢就是民进党的政府越权在突袭第三政党 在突袭在野党 这个很明显是违反台湾的政党政治精神 甚至呢还拿美国的党派做比喻 他说你能够想象吗 今天是民主党执政 那有一天民主党呢跑到共同党的党部去做搜查 带走了很多的电脑文件跟资料 来检查每一个动作到底有没有错 你觉得如果呢这个剧本放在美国的话 美国人民会接受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那他也讲到过去这么多年来 他觉得台湾呢花了很多的力气 在推翻国民党当时的党国体制 这个过程走了整整30年 但台湾现在真的有所谓的民主吗 好像还是有很多地方呢是需要改进的 因为呢现在台湾的司法跟一些部分的媒体 怎么会变成政府的政治工具呢 所以还是把呢这整个论述都放到 他认为呢是民进党对民众党的很多的恶意 所以才动员了不管是司法或是媒体 做这样子的追杀 那至于日经日媒产经新闻 他们看着整个事件也直接讲到 确实呢民众党现在是陷入一个蛮大的危机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撇开这些事情不讲撇开这些争议 他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呢 民众党现在是全党在挺一人 所以这也导致呢好像目前只要 柯文哲被收押 整个民众党都有点人心惶惶 斗大标题写着柯文哲被再次逮捕前 指控受到赖政府政治迫害 日媒日经亚洲5号刊登柯文哲独家专访 指责法律制度和媒体替赖清德领导的民进党政府服务 柯文哲还以美国当例子 质疑如果美国民主党政府突袭共和党党部会发生什么事呢 柯文哲在转访周夜探称竞选财务丑闻 不敢说绝对没有错 但他抱怨因为媒体炒作才放大了这个错误 昨天确实AIT跟台湾民众党这边有一些沟通跟联系 我们不便去转达沟通联系的内容 主席从台北地检署走出来以后 有非常多的国际媒体关心主席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才会在主席有限的时间当中安排了这一场访问 民众党频频向外媒发声大打舆论战 黄国昌还表示之后新闻稿都将提供英文版本 方便外媒掌控状况 替柯文哲争取国际关注 柯文哲按外媒持续跟进 彭博报导柯文哲尚未被起诉 否认在金华城案中有任何不当行为 也不了解这些引发外界质疑的决策 法新社则以涉贪遭调查 前台北市长积压境界为标题 称北院以犯罪嫌疑重大 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积压境界 大陆央视新闻五号晚间 制作一分多钟新闻报道案情发展 还引述了台湾媒体的评论 柯文哲只是民进党的第一道钱菜 蓝白两党如果不想成为民进党的正餐 成为刀组下的鱼肉就应该尽快自救 台湾这谈第三势力的党主席遭到收押 这场风暴国际高度关注 TVBS新闻蔡明薰蔡一阶综合报道 过去这一个星期 柯文哲的关注度确实很高 我们提供数字来带您做这个量化的检验 这是呢 这个网络温度计做的调查呢 就发现了柯文哲呢 他现在的网络上声量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其他政治人物 过去这一周呢 总声量达到了351万笔 那我们以情绪分布来看呢 其实负面跟中立的呢 大概是各占一半 那正面的呢只有13% 那这个声量的数字呢 跟他在被这个搜索调查之前 一个礼拜相比 可以说是呢直接翻了一倍之多 显现这个增幅是非常的大的 那至于在这个排行榜上的第二名呢 就是总统赖清德了 不过声量呢只有52万笔 所以呢其实只有柯文哲的这个 6分之1 7分之1左右 那另外呢几位民众党的焦点人物 也都在榜上包括第三名的是黄国昌 第四名的是黄珊珊 那第五名呢才是最近也因为呢疑似收受贿落 所以呢成为媒体关注的郑文灿 那当然其实现在柯文哲呢 落到被积压的这个局面 很多他的前下属都跳出来爆料 说当时他们在柯市府里面工作的一些状况 我们先来看这一位呢 是这个前社会局长陈雪慧 他说呢当时在柯文哲底下工作 他觉得专业是完全被踩在脚底下的 好像说什么呢老板都不会听你的 而且他在市府待了13个月之后 压力真的非常大 所以呢常常呢是借酒交酬 后来身心不堪负荷决定离职 但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是封闭自己 不太敢跟外面的人交流 甚至还做了长达七个月的心理资商 慢慢把自己找回最好的状态 所以中间经历过一段呢 非常非常漫长的这样的折磨 那另一位呢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他认为呢在处理容积率的这个案件上 其实当时他向柯文哲讲的很明白 如果放水的话会有法律责任 那对于容积率的这些调整 其实呢按照当时市府的规定 必须要定时来向市长做报告 除了呢这个报告文字的备忘录之外 必须要把文件上乘到市长室 所以听起来呢整个申报的过程呢 其实都还是蛮严谨的 那对这些爆料呢 当然民众党他们的回应是 他们觉得呢 现在好像是呢 大家都想要棒打落水狗 那一样也像柯文哲本人一样批评呢 赖政府侦查滥权 让假的讯息来引导风向 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上集体的猎物 但不管再怎么说都没有办法改变 柯文哲在9月5号遭到积压这个事实 而9月5号这个日子也令人感到蛮唏嘘的 因为正好是柯文哲从政十周年 但您看看这十年来他走过的大起大落 2014年9月5号上午10点半 柯文哲在妻子陈佩琪和妈妈的陪伴下 以武党籍身份登记参选台北市长 拖下医师跑的柯文哲 从这一刻开始正式踏入政坛 改变台湾就从首都开始 柯文哲的参选就是希望超越政党的界限 登记参选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过去拿着好踩头的双手 如今被戴上手铐 加油加油加油 十年前风光走进选委会去登记 十年后黯然走上球车被积压 当年演唱会上的这首球鸟 犹如柯文哲现今处境 一路陪同的蔡壁如有着满满感触 我一直相信柯市长的清白 是基于我跟柯文哲从台大医院 到我2019年年底 离开台北市的位置 我们共事超过了三十年 他是一个有理想 自我要求很高 而且很有自知力的人 从台大医院陪着柯文哲 蔡壁如坚信 柯文哲清廉正直 就如同小草们坚信的柯文哲信念 今天我们主党就是扛起了 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 从参选到主党改变口号 自始都是柯文哲政治理念 选择创党而非和蓝绿同流 让民众党要升台湾第三大党 亲爱的小草们 这一场公民运动 已经到了最后决胜的关键时刻 选前之夜 三十五万小草涌进 附前的凯道和警服门 柯文哲声势打到巅峰 但随着政治现金金华城案 站在重挫柯文哲清廉形象 当年柯文哲在市长市 遥望远方失火的金华城 柯文哲万万没想到 这把火不只烧到自己 更烧向他亲手创立的民众党 那我们台湾民众党 必须团结一致 多行动来支持柯文哲的主题 我相信台湾民众党都不会退缩 柯文哲叱炸政坛十年 改变台湾两党政治生态 关键少数是昙花一现 或能持续制衡蓝绿 就怕席卷政坛的白色力量 十年过后只剩曲终人散的南柯一梦 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天宇帝的新闻 林玉成 张书为台北采访报道 在乌尔战场上 难道乌克兰的调虎离山记 已经失败了吗 虽然呢 是前进了俄罗斯的本土库斯克 不过在乌克兰东部的战线上 失去的土地 数字呢 是越来越多 而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也觉得 确实呢 他们在乌东的推进 现在可以说是呢 没有任何的阻力了 他认为呢 乌克兰这一招呢 前进库斯克等于是呢 在关键的攻击轴上自我削弱 让俄罗斯可以长驱直入乌东的战场上 那以乌军的伤亡人数来看 确实也都蛮惨重的 所以综合两个战线来说呢 现在乌克兰可能全军都丧失了战斗的能力 所以反而呢 让俄罗斯呢 讨了个好 现在让局势整体来讲 变得比较稳定了一些 那乌克兰自己怎么看呢 这位武装部队总司令 他也确实讲到呢 这一场赌博看起来 没有得到回报 在前几个月呢 看起来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 本来的预想是可以重塑俄乌物的战场 不过时间一拉长来看呢 俄罗斯毕竟还是手中握有比较多的资源 那另外呢 这个很多的美国的军事专家 或是一些智库分析也都认为确实 乌军没有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 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呢 你要对俄罗斯的实力形象带来打击 或是俘虏一些俄军作为谈判的筹码的话 确实是有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不过呢他们的终极目标毕竟呢 还是希望要转移兵力 这个部分呢看来是彻底的失败了 那俄军呢反而借着这个机会来消灭乌克兰的部队 跟装甲车等等 所以看起来整体的战略走到现在呢 完全不如本来的预期 那现在呢让俄军是沿着乌东前线 一直在发布猛攻 甚至要逼近这个交通出纽红军村了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那乌克兰还是在跟西方国家要求能不能够再给一些更多的资源呢 所以像英国的新政府施凯尔政府就说了 会在援助乌克兰650枚的轻型多用途飞弹 价值有台币70多亿 希望能够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对现在的战况再做一点点的扭转 那当然其实乌克兰的状态呢 美国也非常关心 俄罗斯也很关心 那其实呢 在这个俄罗斯呢 他们在美国总统大选也做了一项表态 像这个普清呢 他就说他好像其实比较喜欢贺锦丽 原因在于贺锦丽的笑声非常有魔性 踏下飞机向来接机的宾州参议员挥挥手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来到披兹堡准备为下周辩论做最后集训 没想到他还意外获得这位大人物的支持 向来被认为是川普好友的俄罗斯总统普清在海森威东方经济论台上语出惊人 他力挺贺锦丽入主白沟 不仅因为他是拜登清点的人选 普清更笑诚还有这个原因 贺锦丽的招牌模型笑声 连普清都说实在太有感染力 其实在川普执政下华府对俄国实施制裁 普清似乎期待如果贺锦丽当总统俄罗斯有机会从制裁中解套 除了普清之外美国总统拜登当然也继续为贺锦丽跑行程 从1984年开始预测美国大选结果几乎从未看走眼的大学历史系教授李赫特曼 周四预测贺锦丽将打败川普 其实不管贺锦丽或是川普下任美国总统的最大挑战恐怕就是让乌俄和谈 因为普清已经递出橄榄枝公开表态愿意和基辅坐下来和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新闻中讲到的这一位历史学者也是美利坚大学的教授呢 他的地位之所以这么传奇是因为 他在过去十届的总统大选从1984年以来 十次当中有九次都是精准预测最后的当选人 只有2000年呢 这个高尔对上小布希预测错误 其他全部都选对了 而这一次他觉得呢贺锦丽应该有机会帮民主党来保住白宫成为接下来的新总统 那做这个预测主要的几个关键因素 他看的部分呢总共有13项会做选择题来选对或错 那当中就包括像是政党的这个授权竞争任其第三方经济政策变化社会问题跟外交军事的手段 还有执政者跟挑战者本身的魅力 那假如这13项里面呢有6项是不利执政党的话 他认为呢执政党就可能会败选 让挑战者直接登上总统大位 到底准不准呢 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持续来关注了 那当然现在呢有一些智库学者也跳出来在讨论 不管是谁当选 这一位的领袖他的对中政策会如何影响台湾呢 这位是非常知名的学者格莱怡 他就评论了 他认为呢如果是贺锦丽的话 很可能会延续拜登 拜登之前讲过 假如大陆要攻击台湾 那美方呢会愿意来做协防 不过不过贺锦丽跟拜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呢 他其实可能会打所谓的战略性模糊 不会这么的呃强调说要动武的这个部分 当务之急呢还是要来维护台海的和平 认为呢这是主要的这个呃最重要的需要做的事情 那至于川普的话呢好像相对是比较难预测的 因为川普我们都知道他有的时候很大炮 有时候很强人 但背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国际外交手腕的盘算 所以到时候很可能会去跟北京讨价还价 甚至要求台湾必须要公开我们的国防预算 毕竟他非常在意呢在这个钱的数字方面是斤斤计较 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的国防预算太低的话 等于呢你在吃美国的豆腐 包括对北约国家他也曾经这么说 那就想选战打到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变数 那就是官司包括川普自己的官司 那在拜登退选之前 大家也很关注是拜登儿子杭特这个逃漏税的官司 而杭特他礼拜四呢竟然是在法庭上当庭认罪 所以可能会面临17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民众党内部就评估毕竟拜登都已经退选了 所以这场官司的结果对选情影响应该不大 紧欠爱妻的手走出法院 美国总统拜登二儿子杭特诉讼缠斗出现戏剧性逆转 他当庭认罪坦诚逃漏税中九项罪名 杭特临时提出艾福特抗辩 一直尽管有罪人坚称清白 由于没事先告知法官不采纳 杭特审贝三项重罪六项轻罪 最高恐被关上17年 最终判刑日压在12月16号 不过爸爸拜登已经退选 多数媒体认为这个官司对民主党选情影响不大 面对媒体追问拜登本人没有回应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自己也深陷官司 他攻击对手政治迫害将司法武器化 川普公布振兴经济政策 公开点名由马斯克领军督导政府效率 马斯克已经点头答应 TVB的新闻做不到 台阶电的熊本厂在当地正式开幕之后 会为熊本带来多少的经济效益呢 我们来看这份最新的数字 这是日本的九州金融集团 他们上调了 台积电厂的经济效益评估认为呢 在未来10年2022到2031年的经济效益 会有11兆的日元 而这个数字跟去年8月份的评估相比呢 增加非常多 去年的数字其实只有6兆多 所以呢是直接几乎呢乘以2 那我们把经济效益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就是跟半导体相关的 另一个是半导体之外的 那跟半导体直接相关的我们都知道呢 包括像是这个零件订单啦设备投资等等 所以估计呢这10年之内会有171家企业 也在雄本来扩张投资 包括像是Sony啦或是呢这个三菱等等 那总投资额呢可能会有3.6兆日元 那至于半导体之外的呢可能呢不外乎就是一些像是这个就业的介绍 媒合啦行政人员啦设计社会保险顾问或是翻译服务等等 所以加一加其实对整体的雄本劳工来讲呢 很直接就可以受惠了 有一个数字换算下来认为呢 因为这些经济效益呢 它其实可以增加雄本当地的这个产值 所以让当地的劳工平均年薪也将会增加38万日元 其实呢也有台币大概8.5万了 所以想必呢在从本工作的人很乐见台积电的到来 那当然讲到半导体呢 这个很明显都是世界的趋势 也是现在呢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而半导体呢也成为了这个美国时代杂志 今年呢他们在票选AI领域百大影响力人物排行榜当中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这已经是呢这个 这个高阶的AI回答公司执行长黄仁勋连续两年上榜 而另外几位呢您看到呢 这画面上的一些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面孔 也包括了这个苏兹峰还有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 今年也都是榜上有名 这张时代杂志封面罩上头写着Time 100 AI 再往下一看一群人中最上面C位的就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时代杂志公布人工智慧AI领域百大影响力人物 不止黄仁勋上榜 超半导体董事长苏兹峰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统统榜上有名 根据时代杂志介绍 其实回答在创立前20年是以生产电玩GPU为主 后来发现电玩GPU刚好适合AI运算 黄仁勋嗅到先机抢先投入研发AI晶片 而台积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公司 能制造先进AI系统的晶片 而生活大小事都能运用AI作为辅助 就连超夯游戏Minecraft都能看见AI身影 这名MIT自公系教授就研究出如何把AI放进Minecraft的游戏中 同时让一千个AI代理人进到游戏中发现AI竟然有超强学习力 AI技术不仅能运用到游戏中 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 未来也将遍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TVB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的财经消息是市场在高度关注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 在稍早出炉了8月份增加的工作机会是14.2万个 比专家预期的还要来的少 这很直接会牵动到9月份联准会降息的幅度 市场预期呢 假如这个数据跟专家预估的差太多的话 那降息可能一口气会降两码 这是来自美国的最新讯息 另外再来看到是日本政坛马上要举行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在月底就要正式登场了 他被认为是日本下届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小泉靖次郎 他现在就宣布了 假如是他当选的话 他会尽快解散众议院来进行改选 那要改革自民党的精权政治 一个店铺熟练传球 流畅动作让贾子元名门圣光学院棒球队的球员们 看了都赞叹 大展阳光一面 准备角逐日本首相大位的自民党众议员小泉靖次郎 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喊出改革口号 小泉靖次郎是正统的正二代 父亲是前日本首相小泉淳一郎 带领他进入政坛 2009年年仅28岁就出马参选众议员 顺利当选 身后政治家底俊俏外表 让小泉靖次郎从政之路一直都备受关注 但是常常爆出令媒体和观众摸不着头绪的迷之语 比方说担任环境大臣时被问到 怎么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他说 要怎么很性感很酷的解决气候问题实在猜不透 另外还有像是维持现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我认为日本不能维持现状 以及确诊COVID时他说 脱了远距办公的福能远距办公真是太好了 都很无厘头 但是不管如何他还是有政治声量 年轻有活力也展现改变决心 但是他还要和党内大佬石破茂 茂木敏充等人竞争 是否能脱颖而出 9月27号就能揭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超强台风摩羯现在正在侵袭香港 像6号香港是停班停课 港股也是停止交易的 而现在摩羯还在朝大陆海南岛跟广东步步进逼 大陆气象专家就预告了 摩羯带来的强风好雨很可能会几近 史上前三名 女记者被狂风暴雨 吓得花容失色 战都站不稳 强台摩羯5号晚间侵袭香港 每次台风都首当其冲的杏花村 巨浪拍打岸边掀起漫天水花 还有年轻人到岸边感受风雨相当危险 香港5号傍晚挂起最高级别的8号风球 不少商店提前打烊 街道一片冷清 大众运输也都停摆 港股修饰全面停班停课 结果摩羯入境往西偏移 几乎没有太大风雨 不少民众干脆消假上班 现场也不时会传出这个波涛混混声 这个海浪也是相当的羞涌 不时会卷起好几米高的浪潮 前脚远离香港 摩羯接着就直扑大陆海南岛和广东沿海 预计会带来16到17级强风 卷起4到6公尺的巨浪 专家警告摩羯的威力恐怕可排进历史前三强 秋台风容易碰到冷空气 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 而且摩羯前进的方向海温高 进入南海之后 与西南季风紧密结合 也将会成为其发展提供持续的能量来源 摩羯来士汹汹 海南深圳和广东部分城市全面停班停课 撤离42万人 机场也取消航班 列车全线停驶 呼吁民众不要出门 TVBS新闻蔡明轩蔡一杰综合报道 频道了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